哇 你敢相信 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养怪物的老板 据说花了几百个W 在自家的水库里 养的都是比人还大的白金巨屋 对于没钓过大鱼的我们来说 这哪里忍得了 我立马带雨泉 飞去湖北找 应该是老板 而且哥 听说咱们这送甘子去吗 没一定有啊 你怎么送甘子 送甘子啊 没没没 不不不 就是还是要挑战 挑战三条鱼 必须是超过十斤以上的 人不下水 鱼竿不断 所以你钓不到三条上来的话 你留下来喂三天鱼 开玩笑 钓个鱼还要冒着丢媳妇的风险 说啥也不能干啊 那不喂鱼也行 那就把甘子留给我了 你选哪个 那甘子两万多块钱了 两万多块钱 啊行吗 但是这里没有路亚鱼种哦 它只有草鱼鲤鱼鲸鱼 也能钓 你假如手法到位的话 它也是吃虫子那些的嘛 我们可以用软虫吗 用软虫 对啊 干吧干吧 这是一团战 把免责协议把它 钱一个用这里的鱼太大了 我怕把你拉下去 他又穿救生意啊 下去的人又不止了一个 看来得上重型装备了 因为太阳比较大 鱼头在底下 所以得等耳尘到底 然后小跳 模仿小虫子 小罗是啥的 一定要小跳啊 大跳的话 就毛鱼的嫌疑了 假如挑逗的合理了 就算不是路亚鱼种 它也有机会开口 它肯定是靠手法 哦打到了一个 打到了一下 蛤 这个妈呀 这啥鱼啊 看得有耳大 啥来聚物堂 还得要微生物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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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烟了 呦 我等会儿 哦 我就知道了 你要不能把线在 你把线拔不得得在 我没有把线 我把这帮它扶一下 我就简直说 你有双手了 抱抱抱抱抱抱抱 我这东西最大的鱼鱼 不要火上浇油了 明天是最大的对吧 对 你那就估计 应该是八十斤以上 哈哈 你错了 哈哈哈哈 这一扶 干脚把雨泉的鱼 越吸了过来 哇 中了 哇中 哇 刚就一口 冒烟了冒烟了 哇冒烟了 冻一下 呦 切了 搞点好东西 过来这里雨太大了 呦 哎呦 我天呐 切过一次就有经验了 哇中 哇就慢慢溜慢慢溜 不然又拖了 好不容易中了 哇 它往哪端呢 不行不能让它往底下针 得出来出来哥 出来出来出来 它又往绳子底下钻了 这鱼很鸡尾啊 这鱼很难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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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这鱼很难溜 哇 哇 不然你给我地瓶水 会浇浇轮子 轮子等下冒烟了 快点 哦 前导现在看到了 王一波 哇看到了 前导看到了 你看看里面什么鱼 哇 真口 真口啊 哈哈哈哈 王一波 快快快快 哇 真口 能捞进来吗 哇塞 哈哈 哇 哎呀 干脆也我忘了 干脆也我忘了 老板说 这应该是这里 最小的轻鱼了 大鱼就是我们的纪录鱼了 三 哇 好坏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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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 哈哈哈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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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的话 三四一二斤 小奶斤的啊 你的杆子准备好 时间紧迫 接着开杆 哇 哇 哇 它一口咬去贼中 我动都没动 这条比刚才的 至少大一倍 这条有可能是轻鱼 它不动 稳如老狗 哇塞 哇塞 王一伯你看这个声音 哇 不得了 可以啊 鹿鱼蛮强啊 鹿鱼 哈哈 我原来真看不起鹿鱼 这一波 我这一波 哎呀 没给鹿鱼丢脸啊 王一伯我们 看到了 看到全老了 哦 看到全老了 看看什么鱼 王一伯快快快 这个很重 哇 哇 哇 好大 哇 鲸鱼 哈哈 我低嘛 这不比我还长 哇 哇 进去了 再下去了 在水下看起来都这么大 上岸害得了 哇塞 你看你你还拿 你还把你还把他 哇塞 解救他一下 解救他 虽然也有50斤了 但老板说 这也是膛子里最小的一只了 还有一条 选后10分钟 等我 来个绝杀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毛病 我打的位置非常准 只要慢慢的 然后稳稳的拖底 就会有鱼咬 一千两千 哎呀 发财了 句话 走吧 感谢老 众利们 两个人都流发钱美了 来吧 这么远 看到你们两个呢 也还是蛮实在 真走了啊 这么远来 学科的话也不要你们这些东西在那里 好吧 带回去吧 下次哦 记得吧 先把那些东西带粗一点点 那些东西再过来 否则不切那么多 肯定是挑战成功 我就说麻雀哥人还可以吗 当然了 还是挺和善的 我们那么远来 你再给我们个手 什么 快快快 还有手该在那里 走了麻雀哥 拜拜 据说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 最有意思的钓鱼方式之一 把毛绑成钩子 模仿落水的飞虫 就可以钓到鱼 出于好奇 我和雨璇找了玩飞钓的朋友学习 看看这种古老的钓鱼方式 究竟是怎么玩的 钓码其实很简单 所有的装备也就是一个轮子 一个杆子 加上一和二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毛钩 有这种模仿毒蚊子的 有模仿红虫的 还有这种绿色的虫子 据说还可以模仿水草来钓草鱼 接下来就是把毛钩绑到线上 在钩子上面呢 有一个羊毛做的浮水漂 然后把线这么给荡出去 抛到那个有余的地方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等着看那个飘向 那个飘呢 假如一小时我们就可以 提干赐予 飞钓的话最好是站在水里 因为你是要来回这么去 把那线甩着去的 所以说假如你在岸边的话 可能钓到那些树 所以说在水里玩 是最合适的 大哥我在教学 能不能给点面子 你看到头 再甩 你玩这个得有耐心王一伯 你上去钓不到鱼啊 行嘛 这玩意儿就得带在水里 在水里远处的鱼 不容易看到你才好钓 我看那边有鱼了 他看着我的耳耳 他在犹豫 这时候就要拽线去挑逗它 让它感觉这个小虫子 非常的可口诱人 只要坚持住就肯定会咬口 这水太冷了 坚持不住了 兄弟们 只能去其他地方试试 但跑遍了整个调查 缺一口没有 雨泉也不知道 咋跑到了一个媚人钓的地 你那边有啥鱼啊 没鱼这边 嗯 那我也下去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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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就是疯了 鱼好老好了 快被鱼咬伤 看来更好 到鱼的饭点了 听钓有说 飞钓就得钓这种穿口气 哇 中了啊 哇 拿住 拿住了 是打中的啊 啊 哇 哦 哦 它打到水饺一点点的位置 这个小虫子都吃 就是这种小虫子狗 它用的那个 就跟现在这个水面上 飞的小虫子 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些鱼就会吃这种小虫子 据说有些专门玩飞营钓的发烧友 甚至钓鱼前 会先去河边翻石头 看看当地当地有什么虫子 然后回去绑对应的毛狗钓鱼 非常有意思啊 又来一条 又中一条 又中一条 我的牛 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 哈哈哈 手感怎么样 非常爽 而且我现在看很帅吧 那一套动作 很帅 它为啥我这就啥反应都没有呢 我都绝望了 走吧 没口了 谁没口了 都没口了大家 走吧 冷死了 这时一个国外钓鱼 说可以带我们去加拿大飞钓 腿一样大的三文鱼 我和雨泉立马回去看机票 我们来说